在佛陀时期 在舍卫城的郊区 有一个果园里住着一位比丘 就是一个和尚 名字叫做伊姑达纳 这个伊姑达纳比丘 他只能熟记一首佛陀所叫的祭诵 也就是祭语 但是他彻底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每次他读完这首祭诵 果园里虽然没人 但是那些树神就热烈的鼓掌和称赞 这就是你们看不见听不见 但是有功能的人 古时候有很多人都有神通的 他们就能听见 有一次呢 有两位博学多文 并且常常说法的比丘 这两个人抱出去说法 他们带着一群徒弟经过这个果园 他们就问了 伊姑达纳 这个比丘 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说法会有人来听法吗 这个伊姑达纳很老实啊 他就说 果园的树神 他们听着我讲的 他都会鼓掌称赞的 这两位比丘啊 心想你在说什么 他们就在园中 既然你说苏神会 那么我们也来讲讲看 哎呀在园中说法 在这个果园里边说法 这两个人平时就很会说 到处去弘法嘛 哎呀 这个叫舌颤莲花 就是舌头啊 这个舌巧啊 像莲花一样 讲了很多很多滔滔不绝 如长江大河呀 所以过去为什么人家说 这个人讲法讲得好啊 滔滔不绝啊 你看看长江的水啊 或者像江河海水啊 一浪接一浪 他不会停掉 那么讲得很好 讲完之后呢 没想到果园里啊 静悄悄 一点声音都没有 连树叶落地的声音都没有 没有声音的 他们呢 一想 哎呀 你不是说 树神会鼓掌吗 那怎么没有啊 来来来 伊古达纳法师 请你来说法吧 这个伊古达纳法师啊 他就会这么一手寄送 他又开始讲了 他一讲完之后啊 这个果园里啊 一如往常一样 响起了 噼噼巴巴的掌声了 并且大声地叫好 大声叫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两位比丘的徒弟们呢 他们就也听见了 因为过去的 这个比丘啊 都有一点神通的 他们觉得这些树神啊 有些偏心啊 你看对伊古达纳 怎么这么好 他就讲了这么一点点 而我们讲了这么多 他们感觉到 他讲了这么平常 一点都没讲了什么 为什么 他们没有鼓掌 为什么对伊古达纳法师 他就鼓掌了 后来佛陀听到了这件事 他就对弟子们说 佛陀就说 比丘们 我不认为 听了许多经典 常常说法的人 就一定精通 佛法 佛陀讲的啊 不是说你今天 常常说法 你就一定精通 佛法 相反的 虽然听的不多 但是呢 却能体会真理 就是理解 而且经常保持正念的人 才是真正精通 佛法的人 精通佛法的人 所以从佛陀的开始 就让我们知道 佛法的核心 在于 你要亲身体正啊 就是师父跟你们讲这么多 你们自己要去体悟的呀 师父叫你们念经 念了吗 念了之后 好不好啊 好 有效果吗 有 这叫体正啊 你们看看 每次法会 前面 有很多佛友上去做心得 都是他们的体正啊 你看他们讲的这么好 自己家里的亲人 怎么样身体变好的 师父又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亲自体正的 能够让台下啊 这么多的观众一起鼓掌 感恩他分享 所以就是让我们知道 学博人要保持决心 要活在当下 也就是说 要真正的能够理解佛法 实际上你就是在行佛 你念了再多 你什么都不懂 你没有受用啊 你没有让这个佛法 让自己受用 所以很多人经常打进电话 跟师父讲 师父啊 我念了几千章啊 你用心了吗 你有感恩心吗 你有体悟之心吗 你不是赶时间赶赃数啊 你要用心啊 而且要护持着佛法的 用心的来念 你才能成功啊 你一直在船上 那 那 我 你 没有